厚里地区盛产花卉和水果 像是百合、文鲜兰以及橘子等等 不管是品质或是数量都是一等一 而为了推广当地农特产 厚里区公所最近也特别与农友来合作 把特色的花卉和水果来做组合 推出好看又好吃的花样礼盒 像是把百合花和橘子做结合 代表百事吉祥 不管是近神或送礼都相当合适 盒子上方装着含苞待放的百合花 下方则是摆放橘子或苹果 象征百事吉祥、百事平安 这可是厚里区公所的创意发想 把当地特色花卉跟水果组合在一起 创造出好看又好吃的花样礼盒 不管是近神或是送礼都相当合适 厚里花样、厚里花 只是单纯的一个素面的 素面包装的百合 这种送这个意义上真的是还欠缺一点 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习像日本、韩国 他们送人家的一品都有一个很精美、很高贵的包装的材料 所以我们跟这个是最主要是要把我们这个品质提升 好的东西一定要做好的包装 由于厚里地区种植许多花卉与水果 像是百合、文心兰还有橘子等等 不管是品质或是数量都是一等一 不过市面上送礼大多以水果礼盒最为常见 因此公所为了推广当地的农特产 特别设计出花果礼盒 希望为农友们开创出新的商机 这个礼盒包装推出以后是有获得很大的分享 那我们以后还是会把这个注重 这个新包装的物品 我们在一直寻销 最主要还是要把好的东西 要分享给国民 让我们的农民收益会再增加 公所为表示花果礼盒在过年期间 推出以来受到各界不少好评 尤其需要什么样的水果跟花卉都能自由搭配 小小的创意希望可以抢攻伴手礼市场 记得重播和台中采访报道